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匯豐銀行又再出事了 目前正流亡英國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 在香港時間今早就在Facebook發表了一條貼文 他就聲稱匯豐銀行取消了他和他家人的信用卡 同時也是扣起了在信用卡裡幾萬元的餘款 許智峰指控匯豐銀行侵吞私產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起看看到底許智峰的貼文是怎麼說的 許智峰說匯豐銀行證實了他和他家人所有的匯豐信用卡 已經被銀行單方面沒有通知下取消了 原因就是銀行的商業決定 匯豐就說信用卡裡的卡數欠款 就會從戶口當中扣除 相反如果是有結餘的話 就未必能夠將款項退回給他 並且要求他稍後再打電話去匯豐 看看如何處理 許智峰就說有幾點是值得公眾留意的 第一按照特區政府曾經公開的說法 警方從來都沒有要求匯豐 取消他和他全家的信用卡戶口 取消信用卡這個決定 完全就是匯豐自己的政治考慮政治決定 指在協助政權打擊反對聲音 做法完全沒有法律基礎 第二他和他家人的信用卡裡 都是因為有消費退款的關係 所以結餘就會比欠款多 大概就有幾萬港幣 而他認為這幾萬港幣 是受到基本法保障的私有財產 現在就被匯豐非法侵吞 而沒有提供任何解釋 第三他和他家人幾十年以來 都是匯豐卓越理財客戶 從來的信貸紀錄都良好 過往樓宇案揭和還清樓案 都是經過匯豐辦理的 現在在一個和信貸無關的商業決定下 竟然隨意取消他的信用卡 侵吞私產 行為猶豫強度 許智峰最後就提到了 對於他和他家人來說 取消信用卡沒什麼大不了 大可以去其他銀行再申請過 但是他的經歷對於香港就相當重要了 反映了商界在國安法底下 對於政權的依附和順從 可以完全凌駕法律和政策 而監管機靠也只能夠 政治正確地無可奈何 許智峰嚴正要求匯豐要公開交代事件 否則就會考慮其他國際上的跟進行動 以上就是許智峰在Facebook那條的貼文 實情這件事相當嚴重 因為牽涉到一個相當敏感的議題 就是保障私有產權 現在許智峰聲稱 說他和他家人的信用卡戶口裡 是有幾萬港幣的政結餘的 按照道理來說 應該是把這筆款項 發還給相關信用卡戶口的持有人 沒有理由無緣無故把這筆款項都凍結 或者扣留了 這就不適合了 因為這些資產其實是屬於信用卡的戶口持有人 因為這是正結餘 不是負結餘 當然為什麼信用卡戶口裡有這麼多正結餘 就可能要許智峰進一步說才知道 有可能就是信用卡的所謂現金回贈 我不清楚了 反正無論是什麼原因都好 那筆錢都是屬於相關信用卡戶口的持有人 就不可能無緣無故扣起了 這就不適合了 實際就算沒有牽涉到任何政治因素在內 匯豐這樣作出這些決定 都是說不過去 更何況就是 現在誰都認定了 你根本就是牽涉了政治因素在內 匯豐就很應該作出一個交代 究竟他們的決策過程是怎麼做的 是匯豐自主來決定取消 許智峰及其家人的信用卡戶口 還是收到某一方面的指使 叫他們這樣做呢 這件事其實 市民都應該是有一個知情權的 你都應該是交代清楚 你的決策過程究竟是怎樣 這也是重要的 當然我相信 到最後會怎樣解決這件事 我猜而已 就是匯豐銀行都會 逼於無奈地 是會將這一筆餘款給許智峰 但可能就要求許智峰或者他的家人 要去分行那裏拿回這筆錢 那就是其實變相就拿不回來 因為人家也不可能 說特地為了這筆錢 就坐飛機回香港 冒險 我估計就是這樣解決 如果不是匯豐怎樣 將這一筆錢 退還給許智峰或者他的家人 因為這樣無故扣起了一筆錢 其實有可能會引起國際上的信心危機 當然就算你到最後退回給人 人家拿不回來的時候 某程度上都會對於信心 製造了一定的打擊 但是你如果失驚無神 完全沒有解釋原因的話 那個打擊就會更大 當然無論如何都好 對於本地人來說 肯定就是某程度上 加速了那些人走資的報廢 就是會盡量將他們的資產 資金 就會轉移到其他司法管轄區的銀行體系 因為人家看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就會在信心上打折扣 這是必然會的 告訴你不會就能騙人 對不對 你毛尼拉庚信用卡裡面有幾萬元的餘款 你都被指控是侵吞了它 但我相信到最後都不會侵吞 不過你就製造了麻煩給別人 其實是用不回那筆錢 那時候匯豐都弄了這些小動作 許智峯自己也說 他跟他家人能不能用匯豐的信用卡 就很閒 但就必須要弄清楚整件事的脈絡是怎樣的 人家現在就是要尋求真相和公道 你取消別人的信用卡 你說是商業決定 其實是很難以服眾的 你說如果許智峯經常都拖欠卡數 你取消了他那張信用卡 這就是天公地道的 問題就是人家經常如期還款 按時供樓 連清矯的按揭都是用你匯豐來做的 你這樣去取消了他家人的信用卡 你某程度上就會令到市民聯想到 究竟匯豐是否在弄一個連坐法 你說取消許智峯本人的信用卡 就算不合理也好 都叫做說得過去 你取消了他家人的信用卡 這又所為何事呢 就是匯豐弄了這些小動作 其實難免可能會令到國際政界關注這件事 尤其是英國的政界 現在很多對華強硬的英派勢力就抬頭了 比如說那個裴倫德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的成員 他經常都在Twitter上關注香港的事情 你說人家會不會看到這件事呢 一定是看到了 對不對 所以匯豐我相信在接下來的日子當中 就再難以叫做吃兩家茶禮 有可能就是要在中港市場和歐美市場當中作出一個抉擇了 但我相信匯豐他本身已經是簡定了 大家看看他們公佈出來的業績到底的利潤分佈是怎樣 其實就是會解釋到匯豐現在的行為模式 在今年上半年 匯豐的稅前利潤主要是靠亞洲區的業務撐住 亞洲區的稅前利潤就是去到73.69億美元 是各區最賺錢的地方 當中亞洲區最賺錢的就是香港 其次就是中國的 這個已經是說完了 歐洲方面是怎樣 稅前錄得虧損三十億六千萬美元 較去年同期虧五億兩千萬是激增的 中東及北非市場 其內就是由盈鑽規 稅前錄得虧損兩千六百萬美元 另外拉丁美洲的表現 就是賺得一千兩百萬美元 至於在這個北美 就賺得兩千三百萬美元 其實就已經說完了 根本上現在匯豐的利潤火車頭 就集中在中港市場那裡 其他地方不是賺得那麼多 就是虧得媽媽都不認得 之前其實也有消息傳出過 就說匯豐打算出售埋於美國 和法國的零售銀行業務 根本上你賺得那麼少 甚至乎分分鐘再搞下去都是虧錢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到 既然他最賺錢的市場 聚焦在香港和中國的時候 已經可以解釋了 為什麼他在過去半年或者一年以來 為什麼會類似作出一些 令到部分香港人感到不高興的決定 其實對於匯豐本身來說 我自己認為就是理所當然 因為他最賺錢的地方 就是聚焦在市場那裡 其他那些根本上 對於他來說都是婦女 或者根本上他都不重視市場 所以大家檢視一下匯豐的利潤分佈 就已經可以解釋到他們行為的玄機了 當然搞到最後 如果真的吃不成兩家茶禮 只吃一家茶禮的時候 那你到底有什麼輕香呢 是不是 那時候匯豐的名字 你也是叫做一家外資銀行 英資銀行 如果到最後 你真的被迫要站邊的時候 那到其時 還有沒有訂給你 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來的 始終中國的金融機構 就有多的事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